我在讲我哪个比喻说 我们现在看到 穿过前面很多玫瑰啊 什么玉京 什么玉京香啊 玉京香啊 玉京香啊 好的花 来来去来去 哎 回头一看 自己后院那个牡丹剧美 我们民族这么了解的艺术 一定不能让它视为下去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 2004年 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 如今 这部由两岸文化戏曲精英 联手打造的剧目 迎来巡演20周年 9月13日 青春版牡丹亭总制作人 台湾作家白鲜勇 现身北京大学 讲述他的昆曲情缘 当天距离开奖 还有一个半小时 已有学生早早到达 等待入场 一下课就飞温过了 没有没有 我买了一个小饼干 就是他写的镊子 我很喜欢 今天退带了一本 白先生的新作来 就是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让他签个名 这就是我们的论坛网站上面 好像热门话题 都是比方说青春版牡丹亭的售票 然后我跟我同学之间 也在最近在讨论牡丹亭 一会儿他们要来 我现在其实帮他们排着队 晚七点 讲座正式开始 谈及幼年时 在上海与昆曲的初次照面 白先勇仍记忆有心 九岁的时候 我在上海 这个很偶然的机会 看到了梅兰芳跟余正飞 演了五单提论里面的一则 游园经梦 丑时跟昆曲的街上边 1987年又回到上海 上海昆曲院 他演长生殿 我们这个文化舞蹈 我以为断掉了 没想到 在舞台上的日火重生 我就是非常愿意感到 别人拍手拍手 别人的走着 我还跳起跳舞台 此后 因不忍见昆曲传承不易 日渐示威 白先勇决心做一出戏 让昆曲牡丹亭重唤青春 我们为什么叫青春春 第一啊 年轻的演员在担当 我们说是魔鬼形式的训练 那个男主角给了脖子 他说肌肉在燃烧 骨骼在分裂 那个女主角 跑圆场 跑破了十几双鞋子 扑出了一缸眼泪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一踢的分裙那个手 那些分裙 是奶奶爷爷看的 昆曲 又叫昆曲 所以我们要把年轻的观众 召回戏训 戏院里来 还有牡丹亭本身 他本身是歌颂青春 歌颂爱情 歌颂生命的特别出戏 昆曲我相信他 他本来就有青春的生命了 我现在把他青春的生命 召回来 二十年仍然 青春版牡丹亭却历久弥香 居目海内外演出五百余场 累计八十万观众 走近四十所高校 所到之地均反响热烈 那个时候我们到美国去演出的时候 其实心里蛮紧张的 不知道西方观众能不能接受 万一我想到我们演的一半都走了 不是很难看吗 没想到三天的票居然漫光 而且来看一戏的 那百分之六十是非华裔的 看完了 他们站起来 出我一跳之外 我吓一跳 站起来拍手喝彩 十几分钟 你长得来还要热烈 他们惊艳 原来还有坤群这么一个非常成熟 非常精致的这一种表演艺术 所以可见了我们的坤群 的确是人类 全人类的这个文派一层 以前北达的学生看了我的戏 但是在BBS上的戏 现在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看过青春们古丹亭的 一种没看过的 我希望你们都是第一种 带有语言 还来让我签出 我就坐在那里 你们来签 像我们社的一些前辈 把《红楼梦》翻译成了西语 第二种就是像白老师一样 造一个剧 并且让这个剧去全世界巡演 这两方面 就是我们当代外语人 应该去实行的这两个方面 一个是在家生根 一个是在外游历 很小的时候 就非常喜欢白雪隆老师的作品 因为我们就台湾的课本里面都会选 他是说 昆雪是用最美的形式 去表达中国人最深刻的情感 我觉得完全就是急中我这句话 希望以后青春版的牡丹亭 能够在各地 就是巡回演出大成功 然后呢 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我们中华文明的瑰宝 希望我们除了有青春版的牡丹亭 还有青年版的牡丹亭 还有儿童版的牡丹亭 加油 青年版牡丹亚 我有大stes 偏偏偏灵到 因为我们中华的喝酒 两天都是小独油 横到滚 honoring